因为武汉这个事情 武汉这个事情 武汉这个瘟疫 都是有计谋 有计划 发出来这个瘟疫 牺牲的是我们平民老百姓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在家等死 没有人关心我们平民老百姓的姓名 有钱也买不到药 有钱也买不到病房 然后香港同胞 你们独立我支持 台湾独立我也支持 西藏香港独立都支持 摆脱共产党的邪恶手爪 腐败的政权 邪恶的社会 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发声 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一个人自由发声 就去去 警察局喝茶拘留 判刑 法律是他们判的 他们能说判几多年 就能判几多年 律师都没有用的 有一个正义的律师都会关起来 他不会为正义而说话 因为他们有邪恶的政权 压迫下不能正正的说话 我要告诉你们 一个人牺牲 两个人牺牲 革命肯定是有血 有肉来牺牲 我想站出来 我暴露出来 我就要站出来 我就要牺牲 为我的父母 为我的家人 为我以后的后害 可以自由地生活 我发声 我也很危险 我也知道 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没有病状 没有医药 CCTV讲的那个新闻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 他们的吼声 他们的叫声 我看到了 我要发声 我要为我自己发声 我要为我武汉的人民发声 我要为中国同胞发声 就是有养老金 他们想把这个养老金废掉 搞这件事情 这种邪恶的政权 我真的不想再出 真的不想再 沉默了 我要发声了 我要疯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 我现在站出来了 一定要反抗 一定要反抗啊 同胞们 不能再让他们宰个气啊 咱不能再可以这样了 为了下一代站起来 真的是站起来啊 对不起 这就是HPLOWTV HPLOWTV HPLOWTV